有個與親父母一起生活的24歲男人 在小紅書發文說他已經向房屋處 舉報他的父母濫用公屋單位 分租給非戶籍人士居住 還直接說把他父母 騙政府的東西舉報了 樓主也上載了房屋處回覆的信件 證明他真的有提交舉報表格 鐵文引起了網民的熱議 有人稱樓主做法正確 但也有網民認為樓主太狠心 就算怎樣也是自己父母 而樓主回覆的時候就強調 原本他也不想做到這麼絕 但他不滿父母對待他的方式 他說就看他父母對他有多恨 就和他們玩得越大 另外有網民就翻查樓主小紅書的鐵文 質疑是否因為父母沒有幫他還債 他才報復 而樓主就說自己不需要他們幫還債 是希望他們不要說謊